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司馬懿復出 and 孟達之死 這孟達 張公 一箭射下去 徐晃閃躲不及 咻一聲 被射中了額頭 當初曾經大戰 關羽八十個回合的 將軍 竟然就被 城上射下來的一支箭 就給射死了 這徐晃啊 倒在正前 斧頭啊 就落在了地上 所有徐晃的軍隊 立刻四散奔逃 孟達啊 剛要開城出去 這時候突然之間司馬懿的軍隊就來了 孟達之好啊 趕快 關了這城門啊 他就對自己的 心腹和侄子說 看來司馬懿來了 我們該怎麼辦呢 這幾個人呢 當然不會給這孟達出半點意見 孟達就說 好吧 你們都不出意見沒關係 說完之後孟達就煩惱的 回去了 可是呢 突然啊 又有了好消息 生丹和生怡都來囉 這孟達啊 很高興啊 這孟達啊 就想 司馬懿怎麼那麼快啊 他說完之後 他想完之後還想一個髒話 他的算法是啊 八百加兩千 等於兩千八 兩千八至少要一個月 可是司馬懿的算法是這樣的 八 兩千減八百除二 兩千減八百瓜糊除二 意思就是說呢 兩千減八百一千二 一千二百里 就是說呢 完成到洛陽那段距離 免了 然後啊 又除二 就是六百 所以說呢 只有六百里 六百跟兩千八差了 整整的四倍啊 所以說呢 最多只要十天 就到了城下了 孟達 防不身防啊 衝了出去啊 像這個 聖丹和聖儀啊 就 繪君 聖丹和聖儀啊 冷笑一聲就說 我們呢 可不是過來幫你的 我們是過來殺死 逆賊孟達 一槍刺過去 聖丹刺過去 孟達 舉槍變贏 這聖儀啊 拿起刀 哈 一聲砍了下去 孟達啊 也贏了上去 他就說 想要背叛我 沒門 立刻啊 要逃回去 啊 真的沒門了 原來城門和吊橋啊 一個關起來 一個都升起來了 趕快救我啊 李甫鄧賢 你們兩個趕快放下吊橋啊 李甫和鄧賢啊 一揮手 所有的箭 向孟達射了過來 可惡 竟然投降了司馬翼 這時候呢 神像啊 突然出現了司馬的旗幟啊 沒有辦法 孟達啊 只好趕快逃跑 這聖儀啊 追上去 一刀劈下去 把這個孟達啊 劈成了兩半 倒在了地上 這孟達掛了 可是徐晃也死了 於是呢 這司馬翼啊 他就 安葬了徐晃啊 接下來啊 拿出一隻鞭子 鞭屍 這孟達的屍體 鞭了十下 到一百下的屍 鞭了五十下的時候呢 就把 就把這孟達的屍體啊 就放在這 星辰的外面 叫所有的人呢 叫所有的人都不要再管他的屍體了 於是啊 這個司馬翼啊 到了長安 到了長安之後啊 魏帝曹瑞啊 非常的讚賞 司馬翼當機立斷 派給了他 一個人 張和 也就是現在的副手 現在啊 這司馬翼有了副手了 就是張和 張和還有他的二十萬大軍 唉 這 這 諸葛亮就說啊 既然孟達啊 已經沒有辦法挽回了 我們就不要管他 我們努力看看 能不能把損失降到最低 現在啊 有一個地方 是我們最應該去的 這個地方啊 叫做 街亭 這個街亭呢 雖然說啊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可是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想到 要用什麼人來守 姜瑋 他要幫我出謀畫策底啊 嗯 那至於 這 諸葛亮啊 他可能想太多了 因為姜瑋如果不在的話 至少有馬速啊 這時候馬速就跳出來說 我願意去守街亭 諸葛亮啊 還是沉默不語 他就想 魏妍 他腦後有反骨啊 一定會模仿的 這 諸葛亮就是對這 魏妍不信任 那還有吳怡呢 吳怡是這個 流巡的大舊子 是流巡的親戚 可信度嗎 也不怎麼高 而且他年事已高了耶 他就一直想一直想 說完之後馬速已經啊 想完之後馬速已經 立好了軍令狀 他就想 趙瑋應該也可以啊 可是問題是馬速這麼堅決 好吧 這諸葛亮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斷 可以說是這一次北伐中 最 最離譜的決斷 他派馬速去守街亭 這馬速到底會怎麼把事情給搞砸呢 請今天下來分享